菩提心是什么 我们在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前提出来 为了大家容易明了 不至于疑惑 我们用本金的金体 金金平等于 这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体真诚 我们一定要学习 用真诚心生活 真诚的反面是虚妄 厨师待人介乌 决定不再用虚情假意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真能不用吗 很难 为什么呢 忘心就是虚情假意 什么叫忘心 分别形式忘心 执着形式忘心 他不是真诚 自己对自己都控制不了 所以一定要学真诚 就是老实 从哪里开始呢 从对自己开始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 我一定先这样对别人 从这里下说 我不喜欢的 我相信别人也不愿意 所以古人叫我们 行由不得了 返求助己 天天要反省 天天要发现自己的故事 这个很重要 别人对我们赞叹恭维 未必是真的 别人对我们的指责批评 那不是假的 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 公金赞叹 很可能是一种 虚假的 不实在的 可套 指责 他对我们一定有所不满 我们要认真反省 我什么地方得选 什么地方得错 要学会改过 要学会反省 自信 那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感恩 特别是对指责我的人 无论是有意无意的 是善意无意的 统统要感恩 这些人 对我们的修学会大有帮助 祝福菩萨 之所以能成无 无上正等正修 没有别的 他就是懂得一个四十真相 还原观上 三种周边的第三种 汉荣空有 他知道这个四十 这一句话说 这句话说 我们本来的心量 心量都大了 海岸是包含 包含宇宙啊 包含太空啊 荣是荣拿 荣拿万有啊 佛家常讲 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 为什么现在一点点都不能够包容 我们的苦就吃在这个地方 迷就迷在这个地方 草荣也就在四地 受古包啊 还是他